現在呢 要去找我們的房間喔 那現在我們是在哪裡呢 在台北的六幅萬宜這邊 六幅萬宜 那現在很多人三點多就開始辦理入住了 那它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11樓到19樓 這邊有電梯有1 2 3 4 有四部的電梯 然後另外一邊是針對19樓到30樓 這邊還有四部的電梯 所以基本上因為它房間數多 所以它電梯的數量也就會比較多一點 現在可以看到這邊是19到30的電梯 要坐這邊 那像我今天呢 我看一下 好 我現在1904 所以我就要坐這邊的電梯囉 看這邊電梯 19樓 好 所以剛好呢 我在19樓的話呢 就是兩邊的電梯都可以搭乘的 我們現在上去看一下我的房間囉 好 這邊是要先刷卡 先刷一下我的房卡等我一下囉 它是必須過卡 下面有個感應一定要過卡 才能到你自己的房間去 不然電梯剛好就動不了囉 這個也是因為要保護房客 這是比較貼心的 OK 那這邊的話是19樓到30樓的電梯 我們現在要到19樓去囉 最高在30樓 30樓呢 有一個行政貴賓廳 那是針對會員 積點到一定程度的話 就可以去貴賓廳吃飯囉 現在我們看的是我要去19 19是幾號房呢 1904 我今天住的是1904 好 看一下1904 1904 1904 這邊 這邊 好 看錯了 這邊 1904 1904 左邊左邊 1904 我們看一下1904 好 我們看一下1904到底在哪一邊呢 而且它是兩邊左邊右邊兩邊的面向 剛剛說19樓的話 因為這邊是另外一邊的電梯 也都可以到這邊19樓來的 那我們是在1904的話呢 到底是這邊呢 在這邊 所以是面對前面的1904 我們來看看囉 對不起 打擾囉 好 看一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 之前呢 大家瘋狂的瘋狂的神卷 神卷 為什麼說它叫神卷呢 因為實在太划算了 這麼棒的一個房間 五星級的房間 平均一晚呢 我們的方案只有3000塊 而且假日還不加價 上次的神卷 那這一次是什麼方案呢 就大家拭目以待囉 好 基本上也不會差太多的啦 會盡量維持大家的權益 可以看到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房間 非常的寬強 這邊呢 這邊呢 前面還有銀冰的 銀冰的東西在等著我們 他們非常貼心 還放了銀冰的餅乾 手工餅乾喔 我會讓大家覺得 好貼心喔 一進來還準備了 12344片了 等一下我們再開窗簾 我們等一下先看一下 裡面的感覺 那首先看到的話 這邊的話是辦公桌 兼化妝台的地方呢 是非常寬敞的 好 這邊的話呢 有放了行李架的地方 有還兩區 你看這邊一區 那邊還有一區的行李架 也可以當很多會坐在這邊喔 如果剛好比較多人聚會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看到到這邊還有一台很厲害的就是 有看到了嗎 咖啡機 咖啡機 它非常厲害是膠囊咖啡 膠囊咖啡 咖啡機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還有水兩瓶 剛才前面那邊的話 是有銀冰的餅乾 還有兩瓶的水也在前面喔 那可以打開這邊的話呢 除了膠囊咖啡以外呢 好 可以看到非常貼心喔 膠囊咖啡超讚的耶 哇 真的是太讚了吧 好 然後這邊還有看到的呢 還有還有這個 哇 還有喝咖啡聊是非的耶 還有牛奶唷 都可以加進去咖啡裡面 好 這邊呢 可以看到下面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飲料還什麼呢 有沒有銀冰飲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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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罐的銀冰飲料 銀冰的可樂 七喜 有可樂跟七喜喔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呢 大家最愛的浴室啊 當然就是要有浴缸啦 好 我戴口罩快悶死 我這房間可以拿下來了 好悶喔 好 看一下 大家最愛的小朋友 最愛的浴缸出現了 這個浴缸最讚的 不用指定也不用加價 這裡的好處是 每個房間都一定有大浴缸 這個大浴缸很棒的喔 這個不用特別再講了 所有的全館房間都有浴缸喔 好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 下面還有大毛小毛在這邊 好 大毛小毛 那這邊又放兩瓶水 哇 所以總共裡面房間就已經有六瓶水了 這是剛才二加二加二總共有三個地方都放了水 就有六瓶的水 非常貼心 如果真的不夠 還可以告訴他們喔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 又是一個淋浴的空間 他把它隔開了在這邊 一個淋浴空間 基本上浴室 我覺得他浴室相當大 浴室的空間這邊 已經很大的一個空間在裡面 他浴室蠻大的 我覺得講話都有回音了 好 這邊是他的淋浴空間在這裡 浴室蠻大蠻舒服的 下面還放了一個很貼心的洗衣欄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也準備了備品 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好 備品在這邊打開都看得到 而且蠻貼心是這邊還有一組 裡面有一組 其實裡面他已經放了一組了 一組的備品 然後這邊又放了 又放了一組 這邊還有一組 好 可以看到裡面的備品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裡面已經有備品 這邊還有一套 又來一套了 好 再來我們看一看一下 出過廁所以後 他們家的賣點在哪邊呢 像 來 我們看一下 喔 這個要跟大家說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喔 這個呢 繩子拉出來的就是針對說 如果你有住比較多天的 洗衣服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曬衣服的 然後把它勾到旁邊那邊斜斜的 那邊有個勾子 有沒有看到 勾勾 把它勾住 就是可以曬衣服的 這個是曬衣服 不要搞錯 不是警鈴喔 不是按電鈴喔 這個是曬衣服的 不是按電鈴的地方 是曬衣服的 提醒大家曬衣服的地方喔 這樣我們看一下這個衣櫥的部分呢 好 衣櫥的部分呢 裡面也很貼心啦 放著 來 裡面有浴袍喔 還有燙衣服的 還有熨斗耶 哇 超貼心的 那這邊還有保險箱 還有免洗拖鞋 都在裡面喔 還有洗衣袋耶 都幫你準備好了喔 如果說有人想要付費洗衣的話 他也可以幫你收過去洗這樣子 還有擦鞋的 都有 還有刷衣服的 非常貼心喔 還有兩件的浴袍在裡面喔 好多的衣架 好 這邊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衣櫥喔 是兩個部分 這邊還是一個衣櫥喔 再來呢 往前看有沒有看到整片的落地窗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了 我最喜歡那種床物大大大大 而且你看到這邊白天採光就已經很亮了 基本上它的空間的設計的話 不僅大 而且燈光我覺得非常柔和也很夠亮 我喜歡亮的亮的 那整片像這種採光最棒了 最主要是它的整片採光是 除了採光是為什麼厲害呢 打開來看你就知道了 因為呢 可以看到景觀 好 來 景觀超美的啦 因為高樓層喔 基本上呢 就算沒有很高 它這邊景觀看出去 我覺得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尤其是這麼高 我現在在19樓看出去 哇 當晚上點燈的時候呢 它又是不同的感覺囉 它白天跟晚上是不同的感覺 現在是看到是白天的感覺 好 現在看到是整個看出去在19樓看出去白天的感覺喔 我們現在是在台北 台北 六福萬宜酒店 在哪裡呢 在南港火車站 共購的地方 那它說號稱四鐵是因為高鐵 台鐵 客運 捷運 所以是四鐵共購的地方喔 那現在是在19樓 它景觀超漂亮的 晚上的時候呢 點燈呢 又看到不同的夜景喔 會有覺得 好像到外國的感覺喔 現在不能到外國啦 所以呢 就這樣子感覺就是有出國的感覺 不能出國去住飯店嘛 就是靜靜的住 出來走走 吃吃喝喝 非常的不錯 因為是好飯店嘛 當然就覺得心情就很好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 還有兩人的沙發 兩人沙發在這裡 可是很悠閒 還可以把沙發倒過來 倒過來呢 對著窗外發呆 來房間對窗外發呆 這種感覺是非常不錯的 它空間來講的話呢 非常大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房間的部分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 光是看這個床 就是大 就是舒服啦 而且非常貼心喔 每一個床呢 還放了四顆的枕頭喔 因為預防有的人喜歡軟 喜歡硬 他們很貼心 準備了四個枕頭喔 再看一下這邊走廊的感覺 走道感覺的話 是非常寬敞 就知道這房間是寬的 是非常寬的走道 不會說呢 行李放呢 還要跳過去 而且最重要 你看他除了這個面寬很寬以外呢 他這個行李架也非常貼心 不會讓你的行李呢 放到地上去了 他行李是直接放到行李架的上面來 所以是很貼心的喔 我現在發現一個好貼心的地方喔 你們看一下 他現在很貼心是針對疫情喔 他現在怕說大家遙控器 磨來磨去磨來磨去 他特別準備了兩片的酒精棉片 要讓你消毒這個 消毒一下 非常的貼心 好 再來就是他這個電視呢 也是很厲害的 他這個電視呢 是可以上那個YouTube 可以把它當成是 基本上是可以當成一台電腦在用的喔 所以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支遙控器很厲害 他是可以變成可以上YouTube的 然後上網的喔 很貼心 他這個是跟以前不一樣 之前還沒有這個棉片 他現在直接是用一個酒精的棉片 讓你針對這個遙控器 還可以消毒一下的 好 OK 所以房間的部分呢 是不是很厲害呢 重點是 哈哈哈哈 這樣子呢 3000多塊的房間 當然很舒服 當然要住啦 超舒服的 然後呢 假日還有限量的不加價名額 到時候就是先搶先贏 先搶先贏囉 先搶先贏囉 比手腳快的啦 先搶先贏囉 3000多 3000多 這次會比上次漲價一點點 3000多 3000多囉 漲價了一點點喔 但是呢 還是絕對是很優惠的囉 OK 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囉 好 拜拜